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们这次都看到他那种傲慢无理的时候啊 本人虽然不在现场但是我可以想象 一个立法委员在咨询台上 咨询是我们的职权 那么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阶级 他就必须要诚实的 从良心出发的 来将委员的询问做一个实质的答复 但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罗正伟居然是表达出拒绝 个人在立法院十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行政官员 可以拒打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 在这里向马英九总统 向我们陈聪院长 表达非常严肃的一个抗议 罗正伟 魅于国际的一个趋势 违反了我国宪法征修条文当中 国家要推动多元文化 对原住民的这个土地要予以维护 这样的一个精神 也违反了原住民基本法相关条文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总统的政见 一个不了解总统的政见 又不遵守我国相关宪法跟法律的一个政务委员 已经非常不适任 非常非常的不适任 我们要再次的要求予以赤字 甚至应该要查办 这样才能够对原住民展现一个全新的 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契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